現在出場的是一位武林自尊 何福生先生 何老師這套盈義權 他告訴我是內家權裡的一種 要求內外合一 我們俗語說要講內功 他說要鬆肩尋找 肩膀方面要放鬆 但是爪步要沉有力 運氣方面要棄沉丹田 這就是內家權裡的一種 發勁的時候充實而有力 大家一邊欣賞的時候一邊都不要忘記 這位師父已經有七十五歲了 沒錯,何師父以前已經高零七十五 但是沙裡除氣定神閒之外 還有暗暗有勁 厲害